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天一样推出的点播IPG系列视频教程 这次视频我们主要讲测试文件编写练习2的说明 我们看一下练习要求 我们请大家首先下载包吻检测模块的代码文件 这个代码链接地址在视频说明中有链接,请大家自行下载 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包吻检测模块它实现的功能 它的功能是对输入的包吻进行检测 它检查SOP和EOP是否匹配 如果不匹配,则对包吻进行处理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块的接口信号 这个接口信号我们用到SOP,EOP,VLD,L这个信号 这信号的意义在包吻概念这个视频中有讲解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可以首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讲一下这个信号有哪些 第一个是有输入的包吻信号 它有第一个数据DIN,就是数据八位的 它有SOP,就是指示当前包吻是第一个字节 VLD就是包吻有效指示信号 高电瓶是有效的,SOP表示这个包吻的首数据 就是第一个数据 EOP就是指包吻的最后一个数据 L是指这个包吻是否错误 只是它在EOP的时候有效的 而SOP,EOP在VLD等于1的时候是有效的 这跟我们的一般约定是一致的 这是输入信号 那输出的我们有相对应的DOUT数据总线 也有VLD数据有效 SOP数据的首个数据 包吻的尾数据,还有包吻是否错误的指示 这就是我们的信号列表 好,我们这个功能是检测SOP,EOP是否匹配 那么我们是怎么检查呢 我们首先看正常包吻是怎么输出的 这是个正常的包吻 输入,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入一拍来 我们又各个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输入的第一个包吻 这包吻是第一个字节 这是包吻的最后个字节 它包吻有效数据 第一个是5501FFBCAA 也就是12345 就是这个包吻的内容 并且仔细了,55是第一个字节 AA是最后个数据 好,并且它告诉我这个包吻是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那第二个包吻,它数据是52 第二个数据还是52 第三个数据是3A 第四个数据还是3A 第五个数据是A2 第六是65 第七个是15 并且它告诉我这个包吻是错误的包吻 第一个数据是52 最后个数据是15 这是输入的包吻 那么输出包吻如果是正常的话 我们怎么显示的话 我们就是 仍然是我们从这个信号看 55 101 A2 BC AA 内容包吻的内容是跟它是一样的 一样的,你看也是一样的 只是我往后沿的一拍也 但是它的包吻内容是一样的 并且也仍然告诉我55是第一个字节 AA是最后个字节 这个包吻是对的 并且仍然告诉我这个包吻是对的 跟这一样也是对的 也就是这个包吻是原分不动的 转发出去了 转发出去了 好,这二包吻也是一样 原来数据是55 而是52523A3A A26515 仍然它这个包吻也是52523A3A A26515 同样的它第一个字节是52 它也是52 15是最后的 它也是52 它包吻是错的 那么我们也认为它是错的 也就是说把这信息 延峰不动的转给下个模块 这是正常的处理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检测SOP、ELP匹配方法 我们可以认定是如下 正常的包吻 我们是SOP、ELP 是绝成对出现的 有了第一个 肯定有最后一个 接再来第一个 再有最后一个 我们是成对出现的 当然SOP、AOP 可以是同时出现 那么这时候就告诉我 这个包吻是只有一个字节的 正常包吻 好,我们复位之后 假如说我系统一复位 这时候我们第一个有效数据 正常的 我们认为就是SOP 肯定呢 我们复位之后 肯定要收到是一个包吻 那包吻肯定是能收到包吻头 第一个字节 如果我们没有收到SOP 比如说这个质量是0 怎么办 我们就认为它是丢失的SOP SOP就丢了 这是一种情况 那EOP之后 他说 EOP之后 第一个有效字节数据 应该是SOP 这个是同时 我们收到一个包吻 下次过来数据 肯定是下个包吻第一个数据 不然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丢了SOP 这是丢了SOP 第一个数据 是丢了SOP 第一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 二次的都是 第一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 应该就是SOP 这是第三种 而第四种 SOP之后我们认为正常是先遇到EOP 或者是同时EOP或者是遇到EOP 再遇到下个报名的SOP 对吧 SOP、EOP、SOP、EOP 先遇到EOP再遇到SOP 如果SOP之后我没遇到EOP 我又遇到SOP了 就说明这个EOP丢了 我们就认为它丢了EOP了 这是我们匹配是否匹配的方法 这是一个匹配方法 接下来我们对八文逆长半年检测处理 我们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数丢失的SOP 我们补SOP 并且帮八欧文标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 SOP、EOP、EOP 下个有效数据不是SOP 这时候就丢了SOP了 我们输出怎么处理 我们输出的时候就把SOP给补上去 补上去之后 并且把八文标错 这个时候打L它本来是对的 我们认为打个L标错了 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我输出的时候 就是SOP、EOP、EOP、EOP这样匹配了 这是丢了SO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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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 并且把这个八文标错 是这样处理 这个时候看起来就相当于SOP、EOP 仍然是一个八文 SOP仍然是匹配的 只说这八文标错了 这就是处理 目的就是看起来就是我这个输出模块输出之后 SOP、EOP必定是匹配的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我们为什么不把EOP给补上去 不是要再补上去 这样处理不是很简单吗 给大家想象一下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讲 假设这个时候EOP丢掉了 我们在这一时刻 我们能不能发现EOP是丢了 这时刻我们是无法认定它是有没有丢的 对不对 不知道它有没有丢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否该补 不应该补 是不是该补 我们只要在这一时刻 我们才知道EOP丢了 只要在这一时刻 收到下个SOP之后 我才知道EOP丢了 这是我在这补回时间已经过去了 没法补了 所以我们处理是把SOP给抹掉 把两个报纹合二为一 并且标错 这就是丢失EOP的处理方法 这是检测模块的功能 这个模块在后面将有个练习 就上面编写个模块 然后现在我们只是做一个测试文件的编写 我们要求如下 我们练习要求 我们编写测试文件 就是上个这个模块的 边测试文件 按以下顺序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发送以下包纹 先后发送这个包纹 包纹之间间隔为三个神轴起 什么叫三个神轴起 这个EOP跟下个SOP间间隔是三个神轴起 三个神轴起 我们抽取值下 一指为零 好 我们看看发什么样包纹 第一个 发 SOPEOP匹配的 长度为100字节 数据固定为1的包纹 怎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 SOPEOP都有 长度 就有效的长度 ULD有效长度 是100字节 100个数据 并且 它数据从这里到这里 一直都是1的 一直是1的 这样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 SOPEOP匹配 长度为90字节 数据固定为2的包纹 概念就跟上次一样的 好 第三个 我们是缺 SOP 长度为110字节 数据固定为3的包纹 缺 SOP 就像这个 我要发一个这样 缺 SOP的 长度 刚刚要求长度 数据固定为3 这个包纹 接着我们是 SOPEOP匹配 长度为10字节 数据固定为4的包纹 接着是发 一 SOP 一 SOP缺一 SOP 长度为11字节 数据固定为5的包纹 F就是 SOPEOP匹配 长度为30字节 数据固定为6的包纹 好 这就是我们的测试文件 编写 要发送这样的包纹 好 请大家按照这个要求 编写测试文件 好 观察 然后在莫洛系里面 进行仿真 观察时序 看是否达到我们的要求 好 本次测试文件编写练习2的说明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